为了在单一模型上实现多项功能 典型的方法是直接使用全部资料训练 借由多工学习与输出层合并多个任务的分类结果 然而典型的方法有三种缺点 一 构建困难 它需要大量人工介入 复杂度控制不易 二 训练耗时 每次取得新任务的数据 都需要结合过去任务的全部数据重新训练 三 缺乏弹性 无法重复利用现成训练好的模型 与现有的方法不同 台大AI中心陈助生教授团队 针对弹性 速度 扩展性提出一系列的解决方案 针对弹性 整合需求 我们推出共压缩的解决方案 有别于重新训练全部资料的不可预期性 此方法可以直接整合多个预先训练好的模型 在主流矩阵运算韩世库的支援下 模型可达到快速 紧凑 稳定之效 以人脸与语者辨认的整合为例 我们可以找出画面中出现的角色 并同时标记出正在说话的人 在海龟与烘鱼侦测的整合应用中 我们可以看到整合过的空拍系统 同时正确判断出海龟与烘鱼的位置 有别于传统方法在学习新资料时 会逐步遗忘过往西德的任务 本技术可以在避免遗忘的情况下 以紧凑的深度模型来保持所有西德的任务 而为了追求多任务模型的扩展性 我们发展出一套基于持续学习的整合方法 当整合完成后 单一深度网络能持续利用既有的训练资料 将其优化 此外 因为具备善加利用过去经验的特性 持续学习法将有助于未来任务的学习 结论 从整合多功能深度学习模型到结合多模态处理 透过广泛建立整合经验 我们将成为AI世界的整合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